我现在都不知道在这里带了多少天了 也就这里比较安全一点 然后呢 今天来了一个燕姐给男哥的朋友 从新疆过来的 我让他先戴好口罩 先查核酸 查绿码 看样子是安全的 通过了没有 通过来下来了 啊 都检查完了 啊 一天吃了 啊绿码是吧 带啥东西没有 带东西没有 带东西没有 我吃了能吃了 要不下一条就下一条回去吧 他这咋还掐封条的呀 啊 不知道那个妈呀 你不要过来怎么要掐封条 因为是男哥跟燕姐的朋友啊 然后过来也没有提前告诉一声 然后也没有带什么物资过来 而燕姐现在去车上收惯了 有气 一罐烫的吗 千是买的吗 烫烫的 啊 有气罐是吧 这两个女同 哎 气罐就征用了 同志啊 这个也征用了 泡面 人家嫌泡面也征用了 拿走吧 我除了泡面还有大米 哦 大米 哦 这叫大罐的大罐的 大罐的 对啊 我给你换吧 我们有小罐的 来 扔都扔球了 来扒了 扒了扒了 哈哈哈 罐子在那边那边 那边有罩点子了 啊 你真的要过来吗 你就带点吃了过来吗 你从南山口那边过来 先车衣服先车衣服 我穿冷一件了 我穿冷一件了 太冷了 你你先把车停好 车把车停好 东西抢完了 你可以走了拜拜 啊 去那边买户子啊 你就是家里在那附近那里 专门有三个车 不是 三个车 不是没啥呢 那个检查 公共检查大网 那可以了 那边去买啊 三个车 明天开点车去买啊 明天开点车去买啊 没问题 啊 那你把车停好 去买车停好 还有蔬菜 蔬菜就是要蔬菜 来着就是客啊 都是家伙儿女啊 老朋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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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太冷了今天 就这样因为是老朋友 他感觉要开玩笑 他是从新疆来的 不是从南山来的 哈哈哈 新疆也有啊 他这块没有 磕霜检查完了哈 检查完没事就行了 啊 我的个妈呀 都给我冻的鼻子都已经清掉了 这两天天气降温了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冷 堪比我老家的冬天啊 我感觉比我老家冬天都冷 就是我穿的余容服感觉还是好冷啊 因为最近口罩的原因啊 咱们这个营地其实是不接受外人的哈 有人过来说扎营的话 咱们也会好言相劝啊 说这个大家都理解一下哈 昨天其实也有两拨人过来啊 一位叫风哥 一位叫娃娃 他们都是恋姐的朋友 因为怕给我们添加麻烦 现在走到时期啊 送了一点物资 隔着很远 递过我们人就开车走了 然后我们来这部视频哈 在此也是特别感谢啊 希望就是大家也能理解 这个特殊时期啊 咱们这个11个产体了 已经很久了 已经有半个多月了 很少接触外人 所以也希望大家能理解一下 哎呀 实在太冷了 妈妈呀 累死我了 外面实在待不住了 还是躲回我的小房车里面来吧 太冷了 这位兄弟过来的时候呀 南哥也是特意过来 凶了我 说有个朋友过来 在外面 能不能就是收留他一天 明天就走 既然是我大哥的朋友哈 那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啊 人在江湖啊 多一条朋友 多一条路 对不对啊 燕姐 你把人家泡面拿完 你家吃啥呀 不吃了 你认识多久了呀 我们认识好久了 都是老朋友了 嗯 他在拉三轮车的时候 搞直播 没有震到什么妈 嗯 然后哎呀 他自己不好意思说 买菜的时候 我都给他买了好 好多次菜的 是吧 嗯 听说他以前也是徒步的 对徒步的 他以前 然后换三轮车 换三轮车 然后现在又开着那个面包车自驾是吧 对 可以的小伙子 搏一搏徒步变 摩托 摩托变面包 那晚上的话就带他一起吃饭吧 这样都是朋友是吧 嗯 但是那个泡面咱们不能要啊 咱们有吃的 我已经拿给他了 也就开个玩笑 我们那么多泡面天天吃泡面 谁吃的赢啊 嗯 燕姐做的活焖鸡 这个标准啊 上次带了鸡 攒了半只 哎呦 快点吃饭了 好多人啊今天 干干饭 十几个人了 十二个人现在 都是人上人 干饭人吃饭 又盆 嘿嘿嘿 人上人 看一下我们109食堂 这么多人 我妈开了过了 哎 哇哦 谢谢 我妈给你吃饭 好了 一般的情况我们煮三碗半到四碗 但是今天的话米饭不够 大家蒸一点吧 再蒸一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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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